准备怎么样 呃 哦我会 呃 会啊 哈哈哈 我会我会 我就先说一说我这 呃 九七 都干了啥 嗯 呃 第一条微博我发的 没有工作也有苦劳这一块的 咱们需要从这么戏剧的工作开始收集 因为我没有干啥大事的 我这只有这个小事的 哦第二期当了主任 哦你当过几次主任 当了一次主任 啊一次 当了一次主任 然后我还那个提升了 一个编军不整体的形象 那我当主任那一次 然后就是让大家打扮的时尚来上班 对卓装提出了一些要求 因为我没干过大事 哈哈哈 哦 我我上了三次台 上了三次台 这还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算是个大事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谈谈恋爱可厉害了 你这个文化水平不干这个可惜了 虽然你赢得了口碑 但是你永远失去了我 哈哈 是谁在叫我 天一生的 多好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是不是 这都是我干的事 我干的事 输了啊 嗯 我在这个节目里一共当了五次主任 呦 嗯 上台两次 记起来 五主二上 三二上 五主 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很多体力的工作 比如说呢 我消防局 去干过消防 确实确实 然后最重的工作还是 在国宰的电影中 出演男主 哈哈哈哈 去消防累多了 哈哈哈哈 差点累死 别喊了 走火了怎么办 哈 诚哥太乐呵了 别喊了 走火了怎么办 哈 说完了之后 你情绪就会泄一下 台戏可真难啊 太厉害了 对啊 很轻调了 还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了 嗯 你这九七 你觉得你能得几分 给自己的打分 九十九分吧 诚哥我们满分是十分 哈哈哈哈 那还是九十九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自己扣一分是 怕你骄傲 哈哈哈哈 有这么厉害的领导 哈哈哈哈 怕你骄傲的 哈哈 这还是精心准备过的 对啊 你做主任都是跟谁搭档的 这他们不重要 哈哈哈哈 我耽误回呢 哈哈哈哈 那你说说表现比较好的员工吧 我觉得 忽兰表现还是很好 哦 怎么说呢 忽兰因为勤勤恳恳 让他干啥就干啥 也不思考 公司需要这样的人工 哈哈哈哈 公司 公司需要认为 学历又高 对啊 又不动脑子呢 哈哈哈哈 你说这种 哈哈 多无敌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呀 诚哥出来了 下一个是谁啊 我来吧 这种时候就需要我了 来吧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节目录了几期了 几期了 我当了武器主任 你也当了武器啊 对 厉害 诚哥也是武器 逐渐我有多么的优秀 我其实不想当这么多主任 我觉得枪打出头鸟 但是同事们非要让你当 但我通过这个节目 发现了他们的优秀 哦 你说一个人吧 我通过这个节目 发现了忽兰的优秀 哦 其实这些同事里 我原来觉着 其他人都没有脑子 只有忽兰有脑子 然后落完那个节目以后 我万一他也没有啊 诚哥 刚说的 因为 让他干啥就干啥 你知道 刚刚有两个主任都夸过你 是谁啊 这种做好事的人 我不能告诉你 他们夸你的时候 都是那种没非走的 我本来以为这些人 只有他有脑子 发现他也没有 然后他说 你跟诚哥说了一样 他说诚哥说 忽兰他最厉害 回来 让他啥干啥 外面能能出门面 里面能当啥的 哈哈哈哈 我的天 也得要留这么好的印象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 你来吧 你竖吧 我前面帮建国洗菜 这我洗洗就能用 锅一会就好 玩偶来玩偶来 这真的是 随时玩偶来的 也不用这么细节 我就只干过这么细节的事情 所以不记录啊 然后那个 你们拍电影 我那个打板加杆 对吧 五场三进四次 好 安静 麻烦 这条过了是吧 这一个人怎么能干得过来呢 我天 我干的都没被镜头 完全记录下来 哈哈 我看在眼里了 看在眼里了 是 够个人 对 杨丽呢 杨丽去填表去吧 我 我也得填表 你填完了 填完了 我填了你 你拿的篮子是吧 行 我知道了 你别想超过我了 那来吧 我先把我这个 数值的结果 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好 根据两个 评价的维度 一个是数值内容 一个是数值表现 像那个致盛 说了半天以后 给自己打个6.5分 所以那个总分就是6.5分 哈哈 今晚你自己给自己打 不是 我本来想表现一下 谦虚的品格 能多加一点分 当真了 好 郭仔也是 也忘说你了 你也是谦虚 谦虚 谦虚 所以你那个工作表现是5分 总分是8分 行 还可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 广志和忽兰的身上 哈哈 你嫁到我7分 7分 我6分 因为你们就犯了数值最大的问题 太谦虚了 他俩你都不知道他俩是怎么夸的自己 哈哈 对 对 看他 他俩就是自吹自伟 你们两个呢都得到了满分10分 哦 哈哈 哈哈 你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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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彭博和杨文恩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龚博可以称得上是不卑不亢 你怎么还跟不卑不亢 就是我既没有背东西来也没有上抗 哈哈 就是 既没有像他们这样自吹自蕊 又没有过分的谦虚 所以龚博是9分 9分 我不是7分吧 哈哈 你教我诚语 我不得给你加个字吗 一分两分 杨文恩的情况比较特殊 好 你是又卑又抗 哈哈 哈哈 先给你跪下 又打了你一把掌 哈哈 哈哈 所以杨文恩的最后的得飞是4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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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瓦勉 瓦勉的那个竖直 工作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 不太容易看得见 但是 但是 但是竖直表现可以说 都不是自吹自蕊可以概括的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那个 就就跳起一个地球的那种感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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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杆是树直 哈哈哈 榜勉最后的得分是20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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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树直太重要了 干最小的事 得最高的分 啊 哈哈 哈哈哈 我们去把这个都加在上面 树直太重要了 哈哈哈 老赵就好好准备树直算了 哈哈哈 诚哥 10分87了 OK 哦 好多哦 唐博加9的话是 不不重要 74 重要重要 这个打分还没有结束 今天要打一天可能 我们手里不还有那个吗 啊 这都是下分的 对 不不擦一下啊 嗯 还得无所略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这样吧 哈哈哈 啥玩意儿 吐掉了 零分 公会的零分了 我得是60分 你得给我算个及格 好 朋友们 哦 马缅已经反差了 马缅现在是4262分 哈哈哈 哈哈 半转场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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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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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